我们讲解下两个机器的操作跟一个视频对 我们第一步先操作60版的机器 先加入100克的铺铁水 然后打开机器的制作 同时再展开旋转天光 这就是这里有个细节 当我们制作和它打开的时候 我们的旋转天光一定要让滚轴旋转 一定要打开 如果说是在我们后期在工作操作的时候 关机的情况下 也要把智能关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缩转关掉 必须是把缩转关掉的情况下 智能是不能一定不能打开的 为什么该硬呢 如果说打开的话 智能打开缩转关了的情况下 我们铺铁一直在这个 就把料泡里面 底下料泡里面的水跟铺铁冻在一起 当我们二十个小时在打开缩转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机器里面的电机损坏 我们刚刚加了水 加了水现在打开 等我们锅铁上面开始出冰花的时候 开始出冰花的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加我们最好的雪花冰料金 这个机器呢是360了 它的智能量要稍微慢一点 那现在也开始取冰花了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烧冰呢 是因为我们这样加了之后 让很多的温度会更加的平常 更加的均匀一点点 好 这个时候我们把里面的 汤汁水放掉 这个是最快的速度 它出的是片状的 不同的料取它 不同的料取它出的这个形状是怎么样 我们把它调慢一点 通过配慢 它来调节它出的这个形状的粗细大小 现在调慢一点了 你看它出的是有点症状的 我们盆子里面有水啊 你看一下它就会放掉 通过这里调节速度 来控制它出冰的效率 不能把它调得太慢 如果说调整太慢之后呢 会出现卡 会出现机器抖动 那这就是它的出别的情况 我们同时在操作才在这里 这个是160的机器 160的机器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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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需要加水去操作 如果让我们客人没有熟悉的话呢 也可以再加一倍 或者那个重进水 如果让我们稍微熟悉的话呢 像我们好的就是打开这的 然后打开旋转 一般我们就调到街这个巴达之类 或者这个巴达 这个时候呢 刚才看到这个平底结束 结双 是整个地方结双的时候 整个平底结束 咱们可以放掉三个 这个是同地者 好 好 我们刷着一下 它们还有一点 平板 后来我们再拿着进去 就这样得了 别人 接着它出来 就感觉陪伴了 别人 再来看一看一看 你看这两个是同样的 现在是汉煤药的成分 汉煤药的成分 而且呢 160的话呢 就同样的 160的出彼的 效率也要给他高很多 这些的出的都更加吸引一点 这是160出的 那个是60出的 汉煤药的成分 是这样 除了也是出过太半的 我们刚刚这个人家 调菜的时候 他有点像绵绵冰的状 只要出的是什么样的形状 不要是取决于咱们 所调的这个量 调麦的他就是 选换冰了 好 我们关键的时候呢 最像我们关键的时候 就是 开始了 这款机器呢 我们再有一个功能 就是关键后它会自动化化 你看 我们刚一关键 自动化出了 马上就上面就冰全部就融化了 这样的话呢 就是装备于我们二次器型 比如说 现在我们看这个草卖的 我们下来又要用牛奶的 二次器型 自动化妆 因为它的功率比较大 自动化妆非常快 这款机器呢 它因为功率小 它自动化妆时间就很慢 像我们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你可能五六分钟 七八分钟 上面的冰就不会化掉 要虽然等它比较久一点 所以它这个量比较慢 它就适合做一种口味 或者是坏口味的话呢 它就比较慢一点 只有慢一点 有慢的操作